所以女兒身邊有一個穿上衣 跟妳一樣喜歡包包嗎 她有喜歡包包 但是還是比較不懂品牌 然後她也當然就更不懂 所謂的皮革啊或什麼的 但她常常也會讚美說 欸媽媽妳今天買這個 或妳搭配這個很好看 或者是她喜不喜歡 她會跟我分享 常常就會忍不住看到小肺包 小包包就會忍不住 我覺得現在就是會用女兒來當藉口 買更多的東西 最印象深刻的一個作品 最印象深刻的一個很深刻 我非常喜歡的 是一款白色的女生包包 然後它上面是櫻花 然後也是唯一一款 然後聽說已經被預購走了 所以有點可惜的 那這邊七夕前節的話 會不會送妳有什麼東西呢 會送啊 對啊 但這裡今天有點高單價 那得了冰影影帝之後 不知道兩個人的生活有沒有什麼小改變呢 完全沒有 對完全沒有 就還是一樣過 我們就是過一般平常的生活 對跟以前一樣 沒什麼特別的改變 對 那七夕會特別清楚嗎 說真的我現在才知道七夕 不好意思 是幾個月幾號 你看大家都不知道 不是幾個月五號 八二十號 好 我記得 記得 好 這張非常非常經典的Couple Things 我非常喜歡 然後我覺得它的顏色很百搭 今天這個特別的這個叫做流金銀雪 我非常喜歡 所以我覺得它很百搭 然後它有一點點感覺有點灰藍色 但是其實它是銀色 然後白色 又有點漸層的 我覺得它們的渲染的這個染的功力很強 工藝很強 然後它的Louis Vuitton上面的logo都有 都是水鑽 那我很喜歡 包括它除了可以手提 它上面還有 它裡面其實還有袋子 所以它是可以肩背也可以收納 那我很喜歡 因為它很百搭 然後很優雅 然後很美 很elegant 然後也很classic 我就是穿LV2023一個雙白狗西裝 那我覺得它很特別的是 因為看到我的劍領跟我的第一顆扣子 它們用的是有點像LV珠寶的扭扣 所以我覺得這是它設計非常特別 讓我很驚豔的地方 然後鞋子我是搭配它的運動滑板鞋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我自己最喜歡 因為男生都很喜歡球鞋 不然這個是冰晶藍 然後這個也是我最喜歡的P款 然後因為它的靈感是來自於山脈 大自然的回饋 對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大自然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個顏色 對